如果你着重的是未来股息的 殖利率 我还是会建议你买 而不是买 大家好 我是彦利 欢迎收看小燕有约 国安基金已经宣示 要来正式退场了 散户的信息 目前看起来似乎有点动摇 但是很多人就在问我 0050 056 现在进场 还来得及吗 还可以买吗 以及今年7月才挂牌的 00878 好多人套牢 现在该怎么办 今天节目以头 都会帮大家做完整的 分析 国安基金这一次 真的是可以说是工程升退 怎么说呢 这一次他们在股灾的时候 进场到现在 获利大概是已经赚了是5成左右 所以当昨天宣布 国安基金要来退场的时候 很多散户就会很担心说 那怎么办 是不是宣誓大盘在这边 已经是一个相对高点的呢 我们可以发现 当国安基金退场后20日 真的几乎是下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从2000年到这一次 至2015年为止 几乎普遍是下跌了2%到7%之间 可是退场后的60日 跟退场后的120日 或者是退场后的240日 涨跌互鉴 换句话说呢 短期之内确实是会对散户 产生信心动摇的一个状况 可是中长期呢 就会回归到股市的基本面了 好 那国安基金呢 既然要退场的话呢 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我的0050甚至是 最近刚宣布要来配息的0056 现在还可会进场买 已经手上呢 有的人现阶段呢 可不可以再加码呢 那我们再来看呢 0056呢 这一次呢宣布的配息率呢 换算现在的一个股价 大概是落在5.37% 那跟去年相比6.2%比较起来 确实是少一点点 可是重点是呢 这一次可不可以像往年一样 那么快的就填息 大家可以发现确实呢 0056在去年的时候只花了69天 就填息完毕 真的算是蛮厉害的一个情况 大家会问说 哇 那这一次呢 我们填息的速度是会落在 四几天还是会落在100多天呢 坦白说我个人认为 要那么快速的完全填息完毕 挑战性很高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第一个台股已经来到相对的 高点的位置 13000点嘛 那就算呢 有机会再冲一点点的小高 我想短线之内要来到14000 甚至是15000以上 机率不太高 那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忘了 全球股市最大的变数 还是在于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我想有了这样的一个变数 在这边 全球股市如果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 台股难免会受到影响 话题拉回来 因此呢 0056会不会那么快 完全填息完毕 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部分 挑战性真的很大 其实0056就算大盘涨 它也不见得呢 会立刻的填息完毕 怎么说帮大家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2016年10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0056也是配息 配得不错 而且呢 那个时候台股的位置点 大概是在9200点附近 那后来呢 台股其实一路涨 涨破了万点 感觉上呢 台股涨了1000点 那0056应该也很快就立刻股价的净值涨上去嘛 并没有喔 反而呢是历经了半年多200多个 200多天之后呢 它才完全的填息完毕 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0056它并不是跟大盘的联动性那么的强 什么是0056花30秒解释一下 0056呢就是把0050跟台湾中100的股票里头 根据它的配息预测未来配息最高的 30档的股票 把它编链成是0056 也就是说 它的基本上它的逻辑是你配息配得好 现金股息值利率高 我会列到0056 而不是预测你未来股价涨幅特别好 或者是你的未来的基本面 你的产业趋势向上会列到0056 所以大家懂这个逻辑吗 也就是说既然呢 0056它本来就跟大盘的联动性不高的话 我想你买0056多多少好 只是为了配息这样的一个概念 天啊 0056呢今年以来的表现 真的是跟0050没得比 因为呢就一个月的绩效来看 0050呢是3.83% 0056呢还富 换句话说你一个月的绩效是 差了3.8% 三个月的绩效呢 0050是13.96% 0056是0.81% 三个月的绩效高达13% 那主要就是因为呢 其实呢0050 它连接的成分的股票跟0056 有非常大的差距 导致呢它的绩效表现 也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0050呢它的持股的成分 第一名就是台积烈 它的第二大的持股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大概也占了是将近5%的状况 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两两股票很强 那当然0050就很强咯 那0056呢它的持股的成分呢 相较之下是非常的分散 几乎呢前十大持股大概就是 呃4%左右啦 像是联永啊 华硕华星台宁亚铃等等 那当然联永跟华星 今年以来股价表现不错 可是其他的传产的高配息的股票 雅宁跟台泥坦白说 它虽然有涨可是涨的就是比较的缓慢 哇今年的0050它的绩效也完胜台股大盘的涨幅喔 包括一个月的绩效 三个月的绩效 六个月的绩效 一年的绩效 一年接下来说好了 0050是将近22% 那么台股的加钱指数的涨幅是将近16% 换句话说呢又是赢了大概是6到7%的一个状况 主要的逻辑主要的原因还是刚刚讲的 因为呢0050呢 有一半的主要的成分股就是落在台积电身上 所以台积电呢只要越来越好 它的竞争力如果还是世界无敌的话 我相信呢0050未来的股价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听到这很多人更想问我说 那0050跟0056是不是在操作策略上 或者是持有的心态真的不同 第一件事情 如果呢你认为台积电还是台湾未来最值得投资的公司的话 那么就请你买0050 哇0050已经来到100多块了 实在是贵到离谱不值得买 还是买0056比较划算 请各位不要看它的股价或者是基金的净值 去评断它值不值得买 或者是会不会涨太多 主要还是在于呢 现在是一个强者很强的 这样的一个选股的趋势跟概念 所以我为个人认为 其实台积电的竞争力 至少未来三到五年没有人可以跟它比 所以如果你也是看好台积电的话 我想买0050还是你的首选 但是确实市场上有一批人 他觉得啊我胆子很小 我不想要赚价差 我只要稳稳的赚配息 那当然0056就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就目前大盘在相对高点的位置的情况来看 我并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去单笔买进0050跟0056 你可以用定期定额的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是定时定额的话 坦白说你也不用看价位了啦 你就随时都可以买 只是说比较重要的是 你要自己设立所谓的一个停利点 其实呢你就每个月定期定额 1000块3000块5000块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定时定额的话 5056我觉得其实差异并不是那么大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呢 不管你是定时定额 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是单柄进场 略有获利的话 万一未来中错 你不要停扣哦 你反而呢 你还要在积极勇敢的加码 因为呢 反而呢遇到系统性的风险 加码反而呢长线来看 可以拉大你的投报率 最新的一档高股息的ETF 叫做00878 我们非常的confused 0056跟00878到底有什么不同 0056呢它是元大发行的元大高股息ETF 00878呢是国泰投行发行的国泰台湾ESG 永续高股息什么叫ESG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重视这个企业责任 然后三进爱地球 然后照顾员工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成立的时间点 那0056没话讲啊 10几年哦 2007年成立的 00878今年7月高点募集的 可以想象你13000点在募集新机机 所以呢 你的IPO的价格是15块 现在已经跌破你当时挂牌的价格 那0056最近这个月介绍是 负的0.03%可是相较于00878 负的0.75% 换句话说 0056还相对抗跌 发生了什么事 最主要是因为00878 它的成分股里头金融股占了两成 那0056呢只占了5% 那如果你长期收看小燕有约的话 你就会非常清楚 我曾经大胆预言 今年的金融股的获利普遍会掉 8到12%之间 换句话说呢 那其实今年金融股的它的股价 几乎没有什么涨 金融股的状况真的是很疲弱 所以呢 当金融股在00878的这个 比重过高的时候 大家想的事情是 明年金融业它的获利会不会回来 它的股价有没有机会再逆转 甚至你持有00878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应该买0056还是买00878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如果你相信金融业快速复出的话 你就要买00878 因为刚好提到 因为00878呢 它的金融股的占比是比较高 那可是如果你是重视过去配息的稳定度的话 你还是锁定0056 为什么因为0056过去这12年来 只有一年没有配息 所以我想它在配息这件事情 是蛮照顾投资人的 那如果说你是希望每一季都有现金入带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买00878 为什么因为00878它标榜的是 每一季都配息 反而0056现在是一年配一次 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变数 如果金融股明年配息配的比较不好 是不是所谓的季配息这件事情 真的会产生其他的变数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持续追踪 另外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很多分析师都没有分析到 如果你着重的是未来股息的殖利率 我还是会建议你买0056而不是买00878 为什么因为0056跟00878 它在选果的逻辑上不太一样 00878它是就过去三年配息配的比较好的股票 当作它选股的标准 可是0056它是预测 未来一年会配息配的比较好的公司 当作它的选股标准 一个是过去为主 一个是未来预测为主 所以我个人认为0056可能还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性格 好最后一样定时定额的话 我觉得你不用看价位 可是单笔的时候就要想一想 总结来说我会希望大家 你可以考量到自己的需求 以及你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再来挑选适合你自己的ETF 总之我想现在单笔机场要大赚钱的几率 有一些挑战性 可是定期定额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大家的 最后祝福大家都赚大钱身体健康 拜拜